延續介紹了有關膝頭痛的基本形式 以及如何改善膝頭痛用拍打的方法 現在就為大家介紹吃什麼可以令膝頭沒那麼痛 首先你看到圖片這裡有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你們見到微斗雞腳湯 第二個是安基葡萄糖 第三樣是珊瑚草 現在我就逐一為大家介紹 首先跟大家說的是微斗雞腳湯 我們廣東人很喜歡喝湯 時常都會有花生微斗煲雞腳加些紅棗 這個是對於君吉也是好的 這個是家常的湯水 這個湯是誰介紹給我的呢? 你也猜不到是一位西醫專科的濾峰濕性關節炎的女西醫 她在這方面很有經驗 她說你喝這個湯就可以幫助膝頭沒那麼痛 因為我長期是有全身的關節發炎和有肌肉的發炎 遲些我會將這些個案跟大家說 讓你多一點對於這個痛症的認識 我已經看這位醫生看了二十幾年 她知道我已經痛到很厲害 她說你不要忍了你吃藥 她就說這個湯是很有益的 你們平日常喝痛的時候可以令你改善 如果沒有這個痛症 你喝這個湯也可以讓它避免這麼容易退化 對於身體也很好 原來我再查了資料 她說眉斗是可以豐空的 你經常喜歡身材飽滿 還可以令你頭髮很亮麗 提供你的免疫力 還可以健腦耳衝 安神除髮 補充你的能量 明目 原來眉斗這麼多好處 而雞腳我們有時候叫它鳳爪 好聽點名字 其實雞腳或者雞爪 有很豐富的鈣質 和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是什麼 原來膠原蛋白 多數是在骨落、關節、皮膚內臟 它是用來做連接細胞和細胞之間 支撐身體各個組織的黏劑 適當補充膠原蛋白 可以補充關節之間的軟骨部分 強化你的筋骨和印帶 改善關節的痛 和腰痠背痛這些毛病 另外這個膠原蛋白 可以令到你的毛髮的筋部補充到 改善你的白頭髮、脫頭髮 或者頭髮稀疏這些頭髮老化的問題 然後你看到這張圖 是一種叫做安基葡萄糖 英文是glucosamine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有吃這個 glucosamine supplement 這些補充劑 因為它是可能 不可以確實 可能可以幫助重建你的軟骨 並治療關節炎 它每天的成份大約是1500毫克 它有幾種成份 千萬不要吃過量 為什麼它是可能的呢? 就是因為根本現時 都沒有一個肯定的研究 證明這件事是完全有效 還沒有定論 但是至少它認為 醫學界覺得這些 服用glucosamine 是沒有這個危險性 但是在我以往的朋友的紀錄之中 有一位朋友 他是曾經做過人工失蓋 已經太過損傷了 做了人工失蓋之後 他說痛不欲生 很重要很重要 他就吃這個補充劑 他說可以完全止痛 沒事了 所以這些都是一半一半 如果你吃了有效 恭喜你 如果你吃了沒有效 都不用擔心 因為他至少認為 他是沒有這個危險性在 但是最近有一間大學 他發明的研究 說服用這些人 他們因為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就會吃多了的劑粉 如果你多了你應吸收的劑粉 可能你會有損壞 胰狀的細胞 這樣又會增加了 糖尿病的風險 而我另外一個親人 他的個案就是 他曾經是那個失蓋 在40年前 已經是裡面的軟骨全部碎了 因為它跌倒 兩個膝頭跪地 碎了軟骨 但他以為自己沒事 就沒有處理 在幾年前他的膝頭很痛 就去看骨科醫生 香港很有名的 骨科醫生 跟他研究了 發現骨頭碎了 他說你要把他拿出來 但是他不肯做這個手術 而同時他的兒子 也是因為打球之後 弄傷了 碎了軟骨 他們兩個都是這個問題 兒子做了手術 拿了碎的軟骨 沒問題了 康復了 但是他不敢開這個手術 那他吃什麼呢? 就是吃這個 Glucosamine 他說很有效 我吃了三年多 是完全好事 沒有痛 但是他覺得 長期吃不好 不如就停了 停了大約一個多月 又再痛 又要再吃 才能控制 變成他後來又要吃 這是我介紹給大家 各款的其中之三種 左右兩款 是很普遍的 你們大家都可能會看到 因為是很常見 而中間這一款 就是在美國才有 我是吃中間這一款 因為為什麼呢? 是美國一位的專科醫生 他說 你要吃這個 有Heloronic Acid 他說這個Heloronic Acid 就是他的名稱 但是簡稱 其實是一個叫Bone Juice 就是骨裏片的汁 食品 他說你有這個才有效 他說其他那兩個牌子 我在加拿大檢查過 是沒有Heloronic Acid 所以我就加美國 買中間的Glucosamine回來吃 變成了 因為我膝蓋痛的時候 而成份是1500毫克 他說你只能夠吃一半好了 因為我的身體和別人的 未必那麼快接受到 他說你逐少逐少試 所以我正在吃中間的 我已經吃了好幾個月 我吃半份 但效果也有改進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買 這個Glucosamine的話 你可以嘗試買一種Heloronic Acid 就對一個正是Glucosamine的更加好 我剛才提到各位親戚 他說軟骨碎了 他只吃了Glucosamine 吃了停了又痛了 他之後改吃了另外一種 叫做珊瑚草 現在你看到 這個珊瑚草 他吃了大約三年之後 他停了到現在都未曾再痛過了 所以現在我就介紹給大家 這個是他親身經驗 他說珊瑚草 你會看到旁邊的白色碟是乾的 浸了就會發大 這個珊瑚草是什麼呢 其實是生存在沒有污染的海域裡 一種植物 它本身有很豐富的礦物質 和大量的維生素 有天然植物性的膠原蛋白 是很有營養的一種食物 有海底燕窩的美名 它價值高於燕窩 而這個珊瑚草 它的效果是很顯著 因為我親戚吃完之後 停了那麼久都沒發過 他說它的膠原比燕窩多10倍 它含有豐富的鐵質是珠乾的400倍 很厲害 這些真是適宜食素的朋友 來補充鐵質用的 它的鈣質比小魚肝多37倍 是大骨的600倍 它的膠原打敗如刺耳窩的10倍 所以這個珊瑚草是很有營養的一種食品 我會另外在另一個視頻為大家詳細介紹的 現在介紹了這些給大家的時候 你最少都可以說我拍打沒有那麼恆心 或者平日常的食品都可以補充 你可以嘗試這些 而珊瑚草是很簡單的食用方式 我的親戚說浸了發大之後 你要用水沖洗得很乾淨 因為會帶有少許海水的腥味 沖洗了之後 早餐裡面吃麥皮 一匙去拌勻 就是這麼簡單的 一湯匙發了 洗得很乾淨 拌勻麥皮 不用煮 它就已經是一個很豐富的早餐 所以以上提供給大家這幾款 視乎你自己的方便 你平日餐頭可以煮這個雞腳湯 你早餐也可以用珊瑚草加進麥皮 如果你再要補充劑的話 你可以嘗試買這個 Glucosamine 當作一個庫料食品 希望這幾款介紹給大家 是我朋友 或者我自己本身都在用的 希望幫到你們